源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迪斯尼乐园的麻疹疫情 看年以来出现了反弹 这个月11个州共出现了84起病例 多数同迪斯尼乐园有关 卫生部门警告 没有注射过麻疹疫苗的人最容易受到感染 令各州掀起了注射疫苗热潮 在美国 绝迹多年的麻疹卷土重来 加州迪斯尼乐园所在地奥兰志县的一些学校 要求从未注射过疫苗的学生暂时不要上学 以免疫情扩散 包括加州在内的14个州 上个月共出现90多起病例 其中大部分病患曾经到过迪斯尼乐园 专家指出 虽然美国15年前已经消灭麻疹 但病毒很容易被外国游客传入 有家长担心幼童注射疫苗会引发传闻中的自闭症 但专家表示这种可能性很低 当局也提醒儿童时期注射过疫苗的成年人重新注射 疫苗出现前 美国每年平均有50万人得麻疹 当中约500人死亡 感谢观看